J20作为我国第五大隐身战机 自从服役以来一直广受外界关注 但关于J20它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J20作为我国第五大隐身战机 自从服役以来一直广受外界关注 但关于我国这款J20它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所周知对于任何大国来说 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各国都愿意花大量的资金投入 尤其是美国 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情报系统 从中央情报局到美军三军都有各自的情报机构 早期苏联一直都是美国情报机构重要关注对象 可自从苏联解体后 中国就成为了美国潜在对手 可以说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美国十分关注的 隐身战机作为当代最具有革命性武器之一 美国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就曾在1997年 剧透了中国下一代隐形战斗机的相关消息 他们表示中国正在研发新型的双发多用途战机 具备单发和双发的设计 代号XXJ也就是歼12 据说消息是来源于成都战机的制造商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 毕竟成飞曾和美国格鲁曼公司合作过 根据当时飞行国际刊登XXJ战斗机的想象图来看 这种双发双锤威的战斗机带有明显的边条意 与沈飞研发的新93方案比较相继 虽然跟方案没有通过 但随后沈飞由于不断改进又拿出了新98方案 这一方案也是如今沈飞古音验证机技术来源之一 事情还没完 随后美国情报机构又在2001年公开了有关XXJ最新的想象图 他们预测这是一款三一面隐形战斗机 空中高达20吨 同时采用了两台115千牛级的沃喷15发动机 是沈飞与俄罗斯合研的一个项目 确实这款三一面隐形战机 就是沈飞拿来与歼20竞争的雪梢隐形战机方案 这些年也已经解密 只不过最终还是败给了歼20战斗机 之所以会败 除了超重以外 更重要的是隐身性能不行 不过当时美国的注意力可不在歼20 情报机构人员一心都放在雪梢隐形战机上了 他们认为我国第四代战机会在2015年左右服役 不过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 都沉迷拥有F2以及F35这上面了 也就不再注意我国这方面的发展了 甚至美国当时国防部长还放出狠话 称我国十年内都造不出隐形战机 打脸的事就在他访华同一天 我国歼20正式首飞 后来国防部长曾奥悔说 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羞辱 其实美国情报机构预测是准确的 至少他们预测对了歼20服役的时间 只是2007年雪梢停止了 成功掩盖了后来歼20的进展